疫情之下,外國的移工進不來,導致國內看護缺工達三萬人。 雖然,勞動部一度重啟印尼移工專案引進,但是有家庭從去年申請等到現在,還是沒能排到看護。 而且最近聘僱看護移工第一個月,因為還要支付買工費給仲介,加起來要花七萬元。 尤其是單身失能的伸仗者,在疫情缺工下吃盡苦頭。 八十三歲的父親患有重度失智,上下樓需要輔具協助,陳小姐四年前開始聘請外籍看護照顧餵食, 不過最近一次聘請的移工在去年十月不告而別, 印尼政府去年預告今年將執行零公費政策, 當時陳小姐曾帶領脊髓損傷者抗疫移工來台前的機票、護照等費用, 不應轉嫁給雇主,2020年底,我國以印尼疫情嚴峻為由, 禁止該國移工來台,加上今年五月本土疫情爆發, 所有移工都不能入境,使得陳小姐更難找到新看護。 很困難,因為我的仲介跟我講說,他手頭上沒有任何一個人, 我們只能找國內的人,對,那國內要轉出, 我們也是有在問,一個是因為費用的問題, 其實費用還蠻高的,比疫情前還高, 像我們是因為我們家家人住在一起, 所以我們人力上面還可以調配, 可是很多人他只有單身自己一個人住, 或家裡只有兩三個人,那人手真的是完全不行。 伸仗者急需看護移工,移工也需要出國賺取薪資會差, 疫情打亂印尼,零公費政策腳步, 到目前為止都沒實施, 我國十一月中旬也就重啟印尼籍移工專案入境, 但雇主近期聘僱成本比疫情前還要貴, 包含看護來台前後的防疫隔離費用, 基本的仲介費,額外的買工費, 第一個月加總起來,行情價超過七萬元。 三萬塊,就是仲介說要額外付一筆買工費, 可是這個買工費其實是在法令上面應該是不被允許的, 有點像一個私下交易, 所以已經也不涉及政府如何規定, 因為現在在疫情下, 所有的政府規定都失靈。 而且就算雇主請願多花錢, 還是等不到人, 早餐店老闆陳先生高齡七十歲, 從去年五六月開始申請看護, 來照顧家中更高齡的九十一歲失智母親, 在印尼看護解禁後, 仍在排隊等候。 然而農曆春節快到, 指揮中心開放移工的集中檢疫床一千七百床, 直到十二月中, 接著檢疫量能留給返臺的國人, 要等到明年二月中之後, 才能恢復專案引進, 長照家庭雇主成苦主的日子, 仍看不到終點, 記者黃金吳家寶, 新北市報導。